现在在农村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 而且我感觉这两年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两天不是过年吗 前两天回来一次家之后 在农村我发现家家户户门口停放了这个小汽车特别的多 也不知道大家平时回到村子里面有没有注意观察到 我平时回到村子的时候在农村几乎很少发现村子里面有那么多的小汽车 但是我发现只要一到过年尤其是这两年 每次到过年的时候在农村的门口家家户户的门口都会看到 很多人都会停靠着这种小汽车 而且有的家几乎门口停放了不止一辆小汽车 停放了好几辆 也不知道大家是这两年带着是有钱了还是说怎么回事 为什么家家户门口都停放这么多小汽车呢 难道大家都这么有钱了吗 只有我一个人没钱 我这次春节回家是坐公交车回家去的 走在村子里的路上 总感觉跟这个村子里面有点不认识陌生了 好多人家回家都是开着车回去的 平时都没见他们把车开回去 只要一到过年了都把这个车开回去了 而且这个开着车都是那种豪车啊 什么奔驰 宝马 路虎 奥迪这些车很多的 看来现在农村跟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在村子里面能看到一两样小汽车都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 但是现在在农村里面 你要是家门口没有停靠着一辆小汽车 总感觉你这个家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至于这家人真的是有钱还是没钱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平时如果你跟他聊天 要是问他工作怎么样 或者是在城里面过的怎么样 大家都给你告诉你他工作不是很好 这两年也没有钱 但是直到一过年 你看那家伙到处都开着豪车 回家家里吃了 这种现象倒还不是让我感觉最意外的 最让我感觉意外就是大家都知道 农村人他们总喜欢聊天嘛 就是在村子里面到处闲逛 去邻居家去那个邻居家去聊天 闲逛 闹了家常 但是我在村子里面这几天发现 很多人他聊天也是要看人的 比如说你们家门口停靠着那种豪车 奔斯宝马之类的 反正都是看的比较有钱的 他们总希望往你们家里面去跑 跟你们家人聊天 你们家门口停靠着车子不是特别值钱 或者是压根没有小区的停放 他们很少人去你们家里跟你们家去闹家常去聊天 很有意思的 感觉这些人都是专门找那些停的豪车的人去聊天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还有现在这个发红包 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 不是现在发那个压岁钱 晚辈给长辈拜年 长辈给晚辈发这个压岁钱吗 今天我感觉发这个压岁钱也有很多人进行攀比 昨天在群里面看到有很多人透着说是 他过年回家准备了好几个月的工资 结果把一个月的工资都进行这个发压岁钱了 以前记得小时候过年 我们收到压岁钱都是收个五块十块二十的 多点的话收个五十块钱的 但是现在回家之后 感觉五十块钱发压岁钱就拿不出手了 现在好像最近都得一百块钱呢 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这么有钱 反正你要是发个五十块钱 二三十块钱的 都不好意思在群里面说话 因为我觉得发红包这个事情嘛 是根据个人的一个力量 个人的经济实力啊 量力而行 但是现在这个风气啊 感觉好像大家都这么有钱似的 你在外面发红包 人家最少都得一百几步 你想一个家庭里面要是来个几个 孩子少还好 要是那种亲戚朋友特别多 我感觉一个月工作都抵不住啊 在外面辛辛苦苦打工一年 回家一两个月工资光这个红包 这鬼发没人呀 没了 你心里难不难受 其实我觉得应该也是有好多人 跟我想法是一样的 他也不愿意发那么多的红包 但是碍于这个面子 现在他这个风气都是这样的 你要是发的少的话 都不好意思去人家家里面看 不知到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种怪象 我感觉还是蛮多的 尤其是这里两年来 在农村还是比较常见的 大家觉得呢 好